在许多人的想象中,黑洞仿佛是一个恶狼,随时准备吞噬其周围的一切。 这也让大家担心,某些不靠谱的物理学家可能会在高能粒子加速器上不小心玩出一个黑洞,那么我们的世界会不会被这样一个神秘的怪兽所吞噬呢? 大家好,我是摩西,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这是一个探讨前沿科技和新鲜趣事的频道。 实际上,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在地球上成功制造出一个黑洞。 即使有人尝试并成功了,它也可能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危险。 真正的黑洞只有在你过于接近它时才会变得可怕,因为到那时你已经无法逃离其强大的引力。 但是,如果有人在地球的某个实验室里真的创造了一个黑洞,由于我们的技术水平, 这个黑洞其实并不那么危险。 普林斯顿大学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Elliott Quadrat解释说, 这样的黑洞其实质量非常小,因此它的引力并不强,不足以真正地吞噬大量物质。 而事实上,科学家们确实正在努力研究如何在实验室中制造黑洞。 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回答有关量子力学和引力的基本问题。 通常,当一个比太阳大得多的恒星死亡时,它会形成一个黑洞。 虽然这样的恒星外部会发生壮观的超新星爆炸, 但它的核心却会坍缩,集中到一个点上。 这种效应十分强大,以至于没有任何已知的力量能够阻止。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质量和密度都高得难以置信的地方。 其引力之强大,就连以光速行进的任何物体都无法逃脱。 这种黑洞在宇宙中其实并不少见。 当然,只要你不靠得太近,那么黑洞其实并不危险。 只有当你进入了一个称为事件世界的区域, 你或任何物体都会被不可避免地吸入其中。 大型的黑洞有一个巨大的事件世界,直径可以达到数百万公里, 而小型的黑洞的事件世界则只有几十公里。 如果你能在实验室里制造出一个只有半公斤的黑洞, 那它的事件世界其实比一个质子还要小上万亿倍。 对于大型强子对撞机可能产生黑洞的担忧, 其实源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他提出了质量和能量是可以转化的。 这就是著名的智能方程E等于mc的平方。 因为大型对撞机能够让质子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撞机, 所以可能会产生各种未知的粒子,包括黑洞。 但是,要制造一个真正有事件世界的黑洞, 所需的能量比大型强子对撞机能够产生的还要多上数十亿倍。 而即使它能产生这样的黑洞, 那么这个黑洞也会迅速地失去能量, 然后瞬间消失。 在2008年这个设施开始运作之前, 有研究人员提出, 如果宇宙中存在超出我们所知的维度, 就像显理论中提到的那样, 那么黑洞是可能出现的。 因为在我们所知的思维时空中, 引力实际上是非常弱的, 不足以把物质压缩成黑洞。 但是,如果真的存在其他维度, 那么引力可能并不像我们所感知的那样弱, 因为其部分力量可能已经泄露到这些未知的维度中。 在这种情况下, 黑洞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中的出现变得更为可能, 而这可能会为我们揭示引力的真正本质。 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理论物理学家 温·Meldcena评论说, 这将是你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中能看到的 最令人震惊的现象。 这个理论一经提出, 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甚至有德国化学家在欧洲人权法院 对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算提起了诉讼。 但是, 一个物理学家小组早在2003年就开始调查这个问题,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由于宇宙射线中的粒子 已远大于大型强子对撞机的能量撞机大气, 却没有形成黑洞, 所以这种担忧其实是没有根据的。 这个结论在2008年被重新审核, 并加入了更多的信息来平息大家的担忧。 直到今天, 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也没有观测到任何黑洞的存在。 Meldcena说, 如果能证实现理论的预测, 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最近, 有一个研究团队宣布, 他们已经使用量子计算机成功地模拟了一个婴儿冲动, 这是由两个黑洞连接而成的一个通道。 虽然这个发现被广泛报道, 但它并不如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 是一个真正的突破。 Quitter解释说, 实际上, 所创造的更像是一种与虫动相关的奇特的量子性质, 它更多的是一个概念上的联系, 而不是实际的联系。 但Meldcena表示, 这项研究是有希望的。 未来, 更为先进的量子计算机可能会根据爱因斯坦的方程, 真正地模拟出一个黑洞, 这将使得物理学家可以更为详细地研究它们。 如果Quitter的实验室里真的有一个黑洞, 他会非常想知道, 当这个黑洞撕裂附近的物质时, 它会如何产生那些称为吸机盘的明亮性标。 他说, 我会向黑洞投掷物质, 制造一个小型的吸机盘, 看着这些气体螺旋撞上升并发出大量的光。 能在一个受控的环境中了解这些吸机盘是如何工作的, 那真是太棒了。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就订个月, 点个赞, 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